尖刻第821集 第254章 小郡主上 联邦与帝国的战争中 后者能够摆放在谈判桌上最重 也大概是唯一的筹码 就是庞大的人口基数 以及在皇族领库残暴统治之下 能够凭借着这种人口福利 产生的恐怖暴动能力 当然这句话的前提是 交战双方有意 做到谈判桌两边 统治整个左天星域的帝国 仅仅是户籍人数 便达到900亿 更何况还有无数没有登记在侧的 私奴和逃奴 而与庞大人口数量相对应 帝国的阶层隔离和贫富差距 也达到了联邦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李半星拥有壮观赤铃 松果铃 物账 黄石基数万根石峰 和绿色海洋般的丧树群等诸多美景 这颗星球依靠丝绸业和旅游业 挣取了大量财富 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将此地化为旅游特别区域 并且开始推行严苛的跨种族教育政策后 这颗星球的未来看上去无比光彩 然而随着战争爆发 旅游业陷入困境 丝绸业因为帝国有新生活政策 更因为向联邦走私渠道的中断 直接面临崩溃局面 贵族老爷们依然要享用奢侈的生活 于是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便只能由最底层的贱民和奴隶们承担 这颗美丽星球 逐渐变得和别的帝国行政星一样 贫富差距越来越可怕 可即便是在这种局面下 逃奴依然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尤其是此时这片桑林所在的村镇区域 位于黄石基下交通不便 极为偏僻 所谓帝国法律 往往简单的等同于贵族庄园的私兵 没有任何奴隶有机会逃到远方 而一旦逃奴被贵族私兵抓到 他们所面临的悲惨下场 一定会超过所有善良人的想象 阿易庄园的马夫叫杜灵 他这辈子都没有胆量去想象逃离庄园 即便昨夜带着全家趁黑溜走 奔跑到双脚流血 依然清楚地知道 自己来不及翻越前面那座山 便会被后面那些凶悍的庄园私兵捉住 就在最绝望的时候 杜灵看到了浅绿色执法披肩 穿着干净白色衣裳的少女 惶恐不安之余 听出对方说话带着一股 极纯正的贵族腔调 甚至要比以往服侍过的 灵阵贵族老爷们更正宗 如果不是当过马夫 这个可怜的帝国中年男人 肯定对所谓贵族腔没有任何认知 但既然听出来了 他逗然觉得 一抹亮光出现在 已经有些模糊的眼前 用力地拉住身旁满脸惊恐的女童 胡同一声 跪在白衣少女的面前 痛哭流涕 说道 是 我们是逃奴 就算让我们夫妻去死 我也心甘情愿 但请小姐救我女儿一命 接着 马夫杜琳讲了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大一是指 他所服务 或者说卖命的八衣庄园 最近这一年经常有女童无故失踪 然后第二天 清晨就变成了河水里 睁着眼睛惊恐的 产弱尸体 最恐怖的是 这些死去的女童后背的皮肤 全部都被割掉 而最最恐怖的是 庄园奴隶和贱迷们偶尔发现 少爷的房间里曾经传出过女童 惊恐的尖叫声 已经有四个了 我可不想我可怜的女儿 变成第五个呀 杜琳痛哭地跪在地面 向白衣少女连连磕头 鼻涕和血水混在一处 看上去极为凄惨 眉眼间油油清智之色的白衣少女 听完她的讲述后 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淡褐色美丽的眼瞳 微微一缩 在帝国 她听过太多类似的悲惨故事 但今天马夫所讲述的 毫无疑问 是最有冲击性的一个 怕把淡绿色的执法挽到脑后 取出手腕上扎着的白色手帕细紧 动作干净利落 对跪在面前的一家三口说道 你们去悬口镇上躲 至少六天 藏小心一点 应该就没有什么事了 说完这句话 她顺着崎岖不平的土路 向幽静的桑林深处走去 土路那头隐隐传来 车轮碾压路面的声音 还夹杂着粗慧的骂贺声 马夫杜琳看着少女的背影 惊慌失措地喊道 那边危险 那些家伙可认不出 您是贵族小姐呀 这句话喊晚了 八一庄园负责追击逃奴的私兵 乘坐着一辆旧式的柴油车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这些以残忍著称的贵族私兵 很明显已经做好了 一路折磨目标而回的准备 有个满脸胡子的私兵 看着车闲的白衣少女 兴奋地尖叫起来 让而白衣少女很明显 没有让这场在历史上 重复上演过无数次的闹情 无聊地重复又重复 直接中断了他后续的话语 简单竖成马尾的淡绿色直发 在桑林清风间飘倒 一把小口径手枪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手中 枪管火光炸性 子弹高速撕裂空气 准确地命中这名私兵的右肩 啵啵啵啵 沉闷的枪声连续响起 贵族庄园的私兵纷纷中灯 惨哼着从柴油车上翻了下来 在施泥路上痛苦地辗转反侧 因为统治的需要 帝国对枪械的管制 甚至比联邦更为严苛 除了被划入正式编制的 少量贵族私军外 严禁任何地方 武装拥有枪械 这群要务扬威的私兵 把这场追奴看作 春油般轻松快活的工作 出发前根本没有想到 要去申请枪械 更没有想到 他们会遇到一个连 开枪都面部改色 射击精准到不可思议的 轻质少女 百一少女目光 从冒着青烟的枪管 挪移到地面上 那些受伤的私兵身上 没有一丝同情 或惧怕的情绪 他走上前去 平静地审视这些人的伤口 然后继续向远方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桑林深处 隐约能够听到 他的喃喃念着 上必从神经受损 隔神经中短撕裂 失血速度平缓 战斗力丧失之类 奇怪的话语 给人一种 背诵考试答案的感觉 惊恐 藏在路旁桑树林林的桃奴一家 这时候才逐渐反应过来 马夫杜林不可思议地 看着空无一人的桑林深处 看着近处那些因为痛苦 而陷入昏厥的大汉 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黄石基属于陛下和尊贵的天津星游客 山脚下的桑场 以及生活在桑场里的所有人 则属于自己 这是八一庄园那名叫做 洛侃的贵族少爷 以及他无数代祖宗 理所当然的认知 手指在光滑的皮革上 轻轻划过 洛侃少爷贪婪地感受着 指尖传来的细腻触觉 赞叹道 看看这孔眼 什么样名贵的皮毛 都无法比拟 年幼的处女 果然是进入天堂的捷径 他幸福地回忆着 那几个深沉的夜晚 自己亲手从那些女童后背 小心翼翼地割下 皮肤的每个细节 都深深藏在脑海之中 他觉得那时候的自己 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当然 洛侃少爷 更陶醉于那些贱民幼女 在被自己奸杀之前 像小鹿那样发出的凄惨哀民 他坚持认为 这种近两年里寻找到的新乐趣 包括毒品在内所有的享受 都无法取代 那个该死的马夫应该 马上就要被抓回来了 自己是不是应该让他亲眼看一看 自己完成艺术品时的场景 洛侃少爷 就在这时候 房间的大门被推开 一个少女缓缓走进来 因为背光的原因 只能看到浅绿色的长发边缘 看不清楚她的脸 这是谁为了讨好我找的替代品 年纪这么大 怎么办似的呀 洛侃少爷愤怒地看着少女 尖声咒骂道 然而随着少女那张 至美的脸庞 出现在灯光下 她声音为止 满足地叹息道 好一双浅褐色的神秘眼瞳 真像猫一样啊 虽然年龄大了些 但你长得很漂亮 我很喜欢 走到她身前的少女 果真像只猫一样乖巧安静 好奇地睁着那双浅褐色的眼睛 盯着她的双腿之间 洛侃少爷迎邪地笑着分开双腿 方便让她看得更清楚些 却不知道 当猫用这种眼神认真观看某件事物时 惯常是发起攻击的前兆 不吃一首 少女手中那把锋利的小刀 缓慢地侧进她的小腹 嫩白的小手微微用力 刀锋在贵族少爷腹间微颤扭动 画了一个拙劣的圆 将那坨恶心的东西胡乱地割了下来 就像在割垃圾 少女认真地做着手上的动作 昏暗的灯光下 额前整齐的刘海轻轻摇摆 再锋利的刀锋 拙劣缓慢割裂着 斗铺开皮肤脂肪 肌肉神菌的过程 都会是人世间最可怕的痛苦历程 洛侃少爷脸色惨白 低头看着喷流如注的鲜絮 抬头看着那个早已跳到极远处的少女 嘴唇微斗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却只变成一声最凄厉的惨叫 她没有昏聚 痛苦于无法昏聚 当凄厉的惨喉传入自己的耳膜时 她再也感受不到所谓的快乐和幸福 她看着脚边自己那副像烂皮一样的洋巨石 再也无法感受到一丝所谓的艺术品的美 暮色时分 洛侃少爷的尸体 被悬挂在自家庄园的大门之上 她睁着惊恐的双眼赤裸的双腿间 被挖了一个恐怖的大洞 此状无比可怕 夕阳无比温暖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尖客就先跟您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再见 尖客第八百二十二集 第二百五十五章 乡村少女教师 八一老一 趁坐直升机匆匆赶回了庄园 他根本没有看一眼 庄园栅栏附近 倒握着的十几具护卫尸体 和鞋底粘稠的血水 紧紧握着拳头 紧抿嘴唇 用布满血丝的眼睛 瞪着庄园大门上 那具在悬疑掀起的飓风中 摇晃不定的尸体 星光下 那个被挖掉了杨俊 此状极其凄惨的苍白山区 是他的儿子 在最短的时间内 这位贵族老爷从管家处大致了解了 最近两天发生的一些事 因为近乎于疯狂的愤怒 被酒色逃空了的苍老身躯 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 嘴唇同样如此 似乎在喃喃说着 无比怨毒的诅咒 四十年前修改后的帝国蓄奴法 严禁任何贵族滥杀奴隶 但奴隶毕竟是贵族们的私有财产 即便真的杀了 最终贵族也只需要奉上一笔赔款和罚金 顶多再接受一些很亲的刑事责罚 所以在贵族们的眼中 无论是那些逃奴 还是那些贱民的幼女 和一只牲畜 没有任何区别 残酷的统治必然会引来激烈的反抗 奴隶贱民们的起义 数十年间此起彼伏 致至数年前 所有星球上的勇气 终于在屠夫卡顿亲自率领的精锐部队 展落过上千万颗人头 消失殆尽 那之后虽然卡顿巨王孕刺身死 天津星又出现了一场叛乱 但再也没有人敢反抗这种畸形的制度 像这样一个拥有爵位的贵族少爷 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实在是难以想象 找到凶手把他碎尸万段 但在这之前 我要让这个庄园里所有的贱民 给我儿子陪造 八一老鹰 脸色苍白无比 眼瞳里充满血红之色 看上去就像是童话里的大魔王 声音颤抖而疯狂 独子的死亡 已经摧毁了他大部分的理智 念强残留几分冷静的管家 颤声回禀道 听说一个月前 桑枯镇上公学来了两个奇怪的人 其中有一个就是染着浅绿色头发的小姑娘 桑枯镇不是早就破败了 那个公学已经没有人了 你是说那两个异乡人 就是杀死我可爱儿子的凶手 八一老爷 看着被缓缓放下来的儿子尸首 眼角不停抽搐 咬着牙 寒声说道 那你还等什么 梦少派人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我要活的 官家小心翼翼地说道 因为公学的关系 那两个异乡人和桑枯镇的那些小地主发生了一些冲突 结果他们却没有被赶走 你究竟想说些什么 八一老爷 豁然转身 冲着他愤怒的吼道 那两个异乡人虽然刻意掩饰 但还是被有些人听出了他们的贵族枪 尤其是镇上那个理发的妇女曾经不小心说漏了嘴 那个小姑娘的浅绿色头发是染的 染的并不好啊 本质应该是 黑色 听到黑色两个字 八一老爷身体骤然一冷 拧着花白的眉睫 恶狠狠地看着忠心而能干的管家说道 继续说 既然是黑发染成的浅绿色 那么褐色的眼瞳也可能是带了伪装铜片 本身也极有可能是黑色 管家能够感受到老爷此时心中的愤怒悲伤 已经听到自己汇报后的枉然冰冷 所以说话的语气愈发小心 身体勾得快要跪了下来 黄祖 八一老爷眼眸里闪过一丝 斜着慌乱的脑衣 缠声吼道 鬼呀 高贵的黄祖怎么可能待在桑枯镇 那种鬼地方 天经兴黄祖叛乱 已经过了很久了 管家小心地看着老爷的下河 低声说道 我怀疑那两个异乡人可能属于叛乱中失败的那一方 啊 八一老爷明白了管家的意思 如果那两个在桑枯镇宫学停留了一个月的异乡人 真是黄祖 那么即便他们是那场叛乱的愚宁 也依然是自己只能仰望无法接近的大人物 如果真是他们杀了自己的儿子 自己只能硬生生叶下这口苦水 甚至还不能让这座庄园里的建民替儿子陪葬 因为那些性情古怪的黑发皇族 也许会认为这是某种挑衅 可那是我的儿子 八一老爷无力地捂着额头 看着被移到脚下的那具苍白冰冷的身躯 看着他双腿间那个恐怖的血洞 愤怒痛苦地嚎叫着 我最痛苦的儿子 他最喜欢写诗雕塑 就算是皇族怎么能够忍心伤害 这样一个纤细敏感的可爱生命啊 听到这句话 管家的脸部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 好在没让老爷看见 低头谦卑地建议的 老爷 如果那两个异乡人 真是上次叛乱的皇族愚孽 我们不能去对付他们 但有人肯定很愿意消灭他们 至于这附近 庄园的建民 只要那两个异乡人死掉 您的怒火随时可以将他们烧成灰烬 让少爷在地下安息呀 明白了 八义老爷右手微颤 看着脚下那具凄惨的尸体 神经质地 尖笑了起来 大声说道 秦宝叔 马上通知秦宝叔 黄石基脚下的桑海 是黎板兴最偏僻落后的地区 而桑枯镇则是这片区域中 最偏僻落后的聚集点 建民奴隶在桑场里辛苦劳作 而只能够奉养一位像八一老爷这样 有爵位的大人物 随着经济衰败 而无限萧条的桑枯镇周边 更是只有几个连直升机 都买不起的土地主 起落后的地方 压迫越严重 下层民众的生活越艰辛 无论联邦还是帝国 无论东林还是礼板 人类社会总是逃不出这个定律 桑枯镇周边同样如此 那几个拥有少量私兵队伍的土地主 用手中的皮鞭和帝国的法律 严苛压榨着自己的故宫和奴隶 毫不客气地把丝绸叶衰败的后果 转嫁到那些可怜的人身上 初春的某一天 两个明显来自异乡的人 走进了桑枯镇公学 因为没有教师 教育拨款又被截留的原因 这间公学早已废弃多年 只剩下了几间残破的房子 然而那两个异乡人 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几版本书籍 然后在春光明媚的那个下午 向镇子周围所有人宣布 公学重新开始招生 从那一天起 桑枯镇周围的局面 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风格粗暴的土地主 再也不敢随意鞭打自己的奴隶和故宫 至少不敢得意洋洋地公开实行 而那些在他们眼中能够像猴子一样 爬树踩桑叶的童工 则是第一次有勇气拒绝了主人家的使唤 而是拿起破旧的书包走进了学校 导致这种改变发生的原因很多 除了那位拥有一头顺直浅力色头发的少女教师 能够向各位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土地主 完整而流利地背诵 皇帝陛下相关教育政策的最高指示 还有他那口流利的贵族枪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发生在某些深夜里 那些地主老爷们永远不想回忆的悲惨经历 桑林之中有条幽静小路 小路的尽头时间破旧不堪的学校 这里就是给那些少年少女们懵懂希望和难得温暖的桑枯镇工学 无数年森严的阶层分割 让这种响应陛下教育改革而建立的工学 没有任何贵族子弟的身影 更麻烦的是 拥有足够知识的教师 往往都有贵族身份 他们根本不愿意给这些建民甚至是奴隶子弟上课 而那些极少数接受过完善教育的平民 又因为向往贵族甚至是天惊星的美妙生活 根本没有把心高气傲的眼光 放在这些偏僻山区的学校之中 没有教师的学校就像是没有皇帝的宫殿 没有女主人的家 只能一天一天衰败凋落 所以这几年间呢 桑枯镇工学比这座镇子更早变成一片废墟 直到出现了一个拥有浅绿色头发 清丽至美的少女老师 风吹过桑林的密烧 发出沙沙的声音 远处桑场里 蚕虫正在啃食着桑叶 发出沙沙的声音 破旧的工学教室里 响起少女教师的呼喊 声音微沙 吐操场上 玩球的平民子弟们听到了他的呼喊 马上向教室里跑去 然后端坐在自己的课桌后 小心翼翼地翻开 面前依旧崭新的课本 然后用朝圣般的虔诚态度 抬起头来 看着讲台上 那个年龄甚至比自己还小的 少女教师 上课之前有句话要先说一下 以后不要去图书馆看科幻小说 就跑来问我什么三体运行规律之类的问题 少女教师今天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衣裳 袖口套着防磨套 她看着下面的学生们 可爱的耸耸精 虽然这是我十三岁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但如果你们想要达到能够理解答案的程度 至少需要去 桑芷州国立大学进修两年的宇宙物理 教室下面的学生们 听到国立大学四个字 脸上自然流露出黯然的情绪 能够有机会像贵族子弟那样坐在课堂上 而不是天天在桑树上爬上爬下 已经是他们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生活 而去桑芷府 读大学则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有想法才能有行动 有行动才能有可能做到 少女教师俐落地将浅绿色头发挽至脑后 粘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优美的帝国文字 双手抱胸 满意地审视一份 然后转过头来 向学生们说道 这句话是有个人说的 虽然我很讨厌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但不得不承认这句话很正确 下面的学生们 很努力地辨认着那些对他们来说 依然不够亲切的文字 有个男生抢先读了出来 人生如果没有理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两样 好了听着朋友们 到这里 坚客就先跟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再见 监客第八百二十三集 第二百五十六章 小郡主 下 大概是昨天下午 那段有些新奇但绝不美好 甚至令人厌恶作呕的经历 少女教师身后的浅力色马尾 乌力地搭拉着 没有随她的话语俏皮地起伏 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沙 但并不嘶哑难听 反而如同沙沙的苹果 给人一种香甜绵软的感觉 风从破损的教室门洞里吹了过来 和光线一道 附着她那张漂亮智利的脸蛋 天上一层融融的红光 也像是颗红彤彤的苹果 至少讲台下很多男学生 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羞怯的目光 时而犹疑 时而不舍地投向台上 不知何时幽黑的脸颊也红了起来 所谓爱慕 所谓仰慕 所谓清新 大概便是这种模样 另外再说一遍 你们要去图书馆借书的时候 不用那么小心 甚至有的人还专门戴上手套 像是准备去移动娇嫩的残势 书呢 是用来看 不是用来供的 不用担心图书馆里几百册书 旧了坏了就没得看了 那位有钱的大叔 现在最大的兴趣就是看书 他会源源不断地补充 桑枯镇公学的图书馆 就是教室隔壁的一间破旧房屋 书架上乱糙糙地堆着好几层书 地面的灰针上满是学生们好奇的足迹 完全看不出一点图书馆应有的安静 捷径模样 好在东向的墙壁上有一扇大窗户 明显心补不久的玻璃透光性良好 纵容着外面的阳光 暖暖洋洋地洒浆进来 在某人口中 包含某种愿赠一位升级为大叔的男人 这时候正靠着窗户安静地看书 阳光洒在睫毛上泛泛微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刺眼的缘故 所以他眯着眼睛 显得有些小 他正在看帝国文艺史 那些有些枯燥的陈词烂调 和光线中飞舞的灰尘微粒子 混在一处 极容易令人犯困 春困 他打了个合情 舒服地闭上了眼睛开始睡觉 没有注意或者根本不在意 库管处的穴子 帝国情报署的高级官员 比巴依老爷想象中来得更快一些 那位穿着黑色正装 浑身透着股 阴寒味道的官员 像老鹰一样盯着他 问道 你确认你的形容没有出错 如果是你出错 我向你保证 你的二十六代祖宗 都会为那个结果而颤抖后悔 巴依老爷的余光 瞥见这位情报署高官 绣脚上绘着的金色锦花标志 身体里下意识颤抖起来 无比谦卑地回答 大人 画像绝对不会有错 我那位管家亲自去镇上看过 他虽然是这片丧海 最有权势的贵族 但这辈子还是第一次 见到如此尊贵的大人物 自然生出无限恐惧敬畏 用了很大的力量 才勉强控制住答话时的声音 没有发生严重的变形 情报署高官取下皮质手套 指头缓慢地在电子光幕上画过 光幕上那个小眼睛男人 和少女的画像顿时发生变化 浅绿色 头发和褐色的眼瞳 全部变成纯正的黑色 他认真严肃地审看这两幅画像 很长时间 确认之后 身上阴寒的味道骤然消失 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身旁的巴依老爷陈生说道 这件事情办得好 属里会对你有嘉奖的 身为皇帝陛下最忠诚的臣民 在下不需要任何嘉奖 只希望大人能够将这两个万恶的叛逆捕杀 如此 我那可怜的孩子也能安慰于地下了 巴依老爷赶上了一阵 抹了抹的眼角 带着难以压抑的仇恨问道 大人 他们真的是 叛乱余孽吗 听到他先前那句话 情报署官员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古怪 他冷笑地望着此人说道 这是你们有资格知道的事情吗 接获情报以最快速度赶到这座庄园的 是情报署一支精锐行动小组 作为殿下亲自领导的特别部门 情报署行动小组拥有难以想象的恐怖力量 三十几名密探用了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便把庄园查看了一遍 甚至极为精确地复原了那场冷酷惨杀的现场画面 冷酷的情报署官员没有理会深中那些小贵族们谦卑的讨好 第一时间通过秘密渠道 将此地的信息和目标精确位置传出了李板兴 这些信息在幽暗的太空里穿行 不知最终将要抵达哪里 望着那几架配有先进武器的军用直升战机消失在天空中 八一老爷的脸上露出冷酷的笑容 回身望着那几名位阶更低的贵族 韩生说道 哼 那些贱民以为有了几个皇族余孽的庇护 便敢和我们作对 等那两个皇族余孽被处死 我要看着他们在我的脚底下流血哭泣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等着休息 有人低声尊敬地询问道 八一老爷处事沉稳老辣 却又保守 自然不会在桑枯镇出结果之前 抢先发动对贱民们的冷血复仇 他缓缓抚摸着深褐色的头发 冷笑说道 哼 我要去那个破镇上 我要亲眼看着那两个皇族余孽被情报署撕成碎片 只有这样才能消解我心中的怨恨 当八一老爷低头走出直升机 在侍卫保护下走到桑林小路尽头 那座学校外事 帝国情报署的兴润行动队 已经完成了对这几间破络建筑的包围 身着黑衣表情严肃阴寒的密探们 却被数十名愤怒的建民子弟学校的学生拦在教室外 局势处于紧张的对峙中 情报署黑衣密探们手中端着冰冷的机械枪器 黑洞洞的枪管随时可能喷吐出致命的子弹 拦在他们面前的那些学生 手里只有几把铁球 其余人手里提着椅子 对峙双方的实力对比实在是太过于悬殊啊 甚至都用不上对比这两个字 然而这些最大也不过十六七岁的贫苦学生 依旧勇敢地拦在密探们的面前 学生们满脸正的通红 不是因为教室内的倾慕 而是因为恐惧和愤怒 绝望而又强悍地吼叫道 谁也别想伤害我们的老师 站在最强方 那名情报署官员 看着面前这幕 想着教室内的安静 心情越来越紧张 脸色越来越阴沉 韩生吩咐道 给我冲进去 这个命令的内容有些诡异 冲进去而不是开枪 很不符合情报署 杀人不眨眼的传闻 三十几名黑衣密探表情 却没有什么变化 收起枪器 极为粗鲁 强横地把面前的学生 推开拖走 强行向教室冲去 公学残墙外的丧树营影像 八一老爷和那些小贵族们 看着这幕 脸上露出得意与冷酷的笑容 看着那些黑衣密探 马上就要冲进教室 外围某个女学生哭着 尖叫道 大家拼了 在场所有的贫苦学生红了眼 拿起手中的椅子和铁锹 向身前的密探们砸去 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 习惯为奴隶而艰苦挣扎生存的人们 居然敢袭击代表 皇室的情报署密探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呢 然而学生们手中的椅子和铁锹 并没有砸下去 直接傻眼的站在原地 断墙外丧树下那些贵族老爷的笑容 骤然僵硬难看 教室的门被人从里面缓缓推开 那名染着浅绿色直发的少女教室 走了出来 那些看上去气势汹汹的黑衣密探们 整齐无比的双膝跪地 对他行了一个大礼 浑身透着股阴寒味道的情报署官员 跪在他面前 无比谦卑的说道 拜见小郡主 桑枯镇工学图书馆 也就是那间简陋的房间内 小眼睛男人终于在漫天阳光中醒了过来 他眨了眨有些酸色的眼睛 右手调整了一下耳孔里的金属片 凑这么一尖 喃喃自言自语道 情报署居然到得这么快 看来这次真的要被发现了 那双笔直如刀的浓墨眉毛微微微一条 他站起身 走向门口恼怒说道 什么叫睡得像猪 你声音大点 难道还不能喊醒我 也不知道你从哪染的怪脾气 现在说话总像蚊子在叫 明明此时房间内空无一人 但好像他是在和谁通话 推开房门走到吐槽场上 他看着跪满一地的黑衣密探 感受着场间诡异的寂静 表情上没有一丝变化 双腿微微一措 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却让他轻易地跨越数米距离 来到那名正无辜贪守的少女教师身边 他伸手牵住少女微凉的手掌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瞬间游走转为奔跑 向着桑海伸出走去 整套动作一起合成 自然迅捷地难以想象 跪在地面上的黑衣密探 直到那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消失在清幽丧林里才反映过来 尤其是那位情报署官员 伸手指着空空荡荡的吐露 脸上更是流露出 无比惊恐的表情 追上去 因为无尽的恐惧 这位平日里 养尊处优的官员 骤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力 从地面上一跳而起 带着身后三十几名黑衣密探 就像是因为洪水 而枉然迁移的田鼠 向着那两道几乎不可见的身影 拼命追赶 一边跑一边痛苦地吼叫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桑枯镇工学操场上 贫苦学生们茫然无措地 站立在原地 手里依然拿着椅子和铁锹 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刚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断墙外树荫里 那些反应更快的贵族老爷们 已经像被刀砍倒的 桑树那般扑通扑通 一次昏倒 再也无法站起了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跟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一集 再见 尖刻第八百二十四集 第二百五十七章 不一样的归隐 上 当情报署官员们 狂奔到土路转角处 只能捕捉到幽静桑林身处 那个模糊的背影 知道怎样也无法追到对方 挫败甚至是绝望的情绪 让所有人的脸颊瞬间变得惨败 他们这支情报署特别行动队 在编制上独立于 署中各司 在帝国境内拥有极大的权力 却只有一个行动目标 那就是找到刚刚消失于眼前的 那一对青年男女 在近两年的时间内 情报署行动队 来回于各大行政星系之间 试图找到对方 却始终一无所获 今天在桑枯镇上 还是第一次离对方如此之近 结果眼睁睁的却看着对方消失 想到上级已经越来越少的耐心 想到可能迎接的悲惨结局 这些帝国密探们 骤然觉得周身 清风都变得如此寒冷 坦白的脸和身上的 黑色制服相衬起来 潇洒凄凉的格外令人同情 那名情报署高级官员 盯着已经快要看不到的 那两个背影 一股发自身躯 最深处的疲惫恐惧 从铁星下河的胡须里 透了出来 忽然间 他神经质般的笑了笑 抓了一个什么 抽出了血里的锋利小刀 狠狠地扎进自己的大腿 扑直 一声闷响 刀尖深深地侧进肌肉 拔出来的时候 带着一标 臭目惊心的鲜血 他沉重地喘息着 狼狈地扮跪在土路之上 看着远处空荡荡的路面 没有看到任何身影回转 眼眸里本来残留的 最后一抹奇迹 也终于变成了绝望 尽哭尽笑的神情 浮现在脸庞 反正结局就是个死字呀 甚至是比死亡 更可怕的生存 这位情报署高级官员 紧紧咬着牙 两甲紧绷地像石头 从胸腔里 憋出一声闷哼 右手紧紧握着锋利小刀 颤抖而绝望地 向着自己的心窝出 插去 空气中 忽然抱起一道尖锐的撕裂声 就像流弹正在翻山越岭 一颗极小的石子 则演出呼啸而至 准确地击中 情报署高官的手腕 直接砸断了腕骨 让那把刀 腾腾落地 这名官员并不是在演戏呀 一年多的疲惫绝望 让他真的想死了 然而此时半跪在 土路上的他 错愕地捂着剧痛的手腕 根本来不及理会 大腿出鼓鼓流淌的鲜血 睁睁望着桑林身处 正缓缓走来的那两个身影 心中生出无尽狂喜 这是谁交给你们的法子 情报署官员 不敢直视走到面前的男子 和身后的三十几名 黑衣密探 齐齐跪地 双掌平探于泥土之上 不必谦卑颤声地说道 若再见不到你 我们都得死呀 桑林连绵如海 风卧的桑叶 向无数只手掌 伸在泥岛上方 将斥烈的阳光 挡成片片光阴 或是光阴 小眼就男人静静地看着 跪在道路间的人们 不知道想起什么样的过往 忽然间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抬头向天上望去 只见那些碎成片段的光线 变得无比暗淡 寂寞巨大的阴影 遮蔽黄石基上方的天穷 让桑海陷入优良的世界 隐约可以分辨出 那是三艘帝国最先进的巨型战舰 破旧的桑枯镇公学 处于绝对戒严的状态之中 全副武装的帝国皇家卫队战士 表情严肃冷漠地守在各个方位 围墙之外 无论是依旧处于昏迷状态的 八一老爷 浑身颤抖的小贵族 还是那些难以震惊神情的 贱民奴隶 以及他们的子女 都双膝跪地 保持着绝对的安静 对于他们来说 残破围墙里 那间屋内的大人物 闭上天上的恒星更加耀眼 他们不敢提及他的姓名 只能用最谦卑的姿势 表达自己的敬畏 有名衣着华贵的官员 半勾着身子 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走到围墙外 压低声音对民众 说了几句什么 气势极为危严 跪在地上的民众 不敢违逆 零零落落地逐次站起 但心中强烈地好奇 让平日里胆小如鼠的他们 即便对着皇家卫队 冰冷的枪械 依然不愿意离开 沉默地站在宫学外等候 我不喜欢有人对自己下跪 我更不喜欢你的下属 用这种方式逼我留下 如果下次还有这种情况发生 也许我会跑得更快 许乐敌起水壶 充荡起杯中的绿茶 手指微弹 把茶炮撇走 回头看着正在书架前 副手昂首沉默观看的对方 说道 一边喝茶一边说吧 槐草师转过身来 解开军装镜间的第一颗钮扣 在小桌对面坐下 端起微烫的茶杯轻轻摇晃 面无表情地说道 茶很普通 学生送的 混了桑葳 味道不错 许乐笑着回答道 端起茶杯先喝了一口 怀草师握着茶杯沉默片刻 缓缓饮了一口 或许是茶汤果然不错 或者是温度足够的缘故 但脸上冰冷的神情略有些松动 静静地看着对面的男人 说道 当年在湿地里 你答应过 要回来帝国看我 许乐轻声回答道 我这不就是在帝国吗 但你没有来见我 槐草师眉微醋眉 眉尖锋利至极 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当时你不肯跟我走 但我知道你终究会来 只不过我没有想到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 还要一直躲着我 许乐轻轻转动着茶杯 杯底和并不光滑的桌面摩擦 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目光微垂地 落在浑浊的茶水里 低头回答道 就算见了又如何 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联系到他这一生的糟疯 却透着股令人心酸的无措味道 槐草师静静看着自己 唯一的亲弟弟 看着阳光穿透玻璃 照在微黑的脸颊上 长长的睫毛上 发现时光并没有在这张脸上 留下太多痕迹 只不过和当年比起来 无论是联邦英雄单人 杀进帝国的当年 还是帝国太子在联邦 枉然无助的当年 都显得沉稳了很多 槐草师 微微抿起唇角 很勉强地挤出一个 他自以为温暖 实际上依旧霸气凌人的微笑 尽可能温和地问道 这两年多时间 你是怎么过的 作为左天星域的最强者 帝国皇位的天然继承人 这位公主殿下自幼便没有什么兄弟朋友玩拜 那位高居于摘兴殿的皇帝陛下 是他的父亲 但首先是帝国的皇帝 所以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态度 去面对许乐 面对一位家者 但从两年多前确认这个事实之后 他就一直在努力 虽然笨拙 格外的令人感动 我回了一趟冬里 在那些灰蒙蒙的月术中 俯瞰草原里的矿坑 我摆摆大 去找过当年和帝国合作的 犯人公司 本想去找那些人的麻烦 结果发现那幢大楼 早已经被林远山给摧平了 所以后来 我来了帝国 怀草师静静地看着他 问道 去过哪些地方 我去过很多地方 认识很多人 看过很多风景 阳光 温暖 而直见 许乐眯着眼睛 微笑地望着玻璃上的浮沉 脑海里浮现出逃离联邦后 这两年多时间 在宇宙各处看到的壮美风景 十字星座壮观的超新星 爆炸遗迹 蓝波星地底的盐矿坑道 港顶星上那座青色的大教堂 当然还包括里板星上的赤壶 松果岭的雾 我们身边的桑海 这些你以前带我去看过 但那时候我的身份是囚犯 我想以游客的身份去看看 他转过头来 看着淮草师说道 既然从血缘上来说 我是帝国人 那么我想自己需要 多了解一些帝国的历史环境 对了 我还去白锦淮市的祖司 拍了几张照片 当了两年多时间的游客 去了这么多地方 那么你想找的答案应该有了 淮草师凭就问道 是什么呢 许乐笑着耸了耸肩说道 白锦祖司禁止平民靠近 就算想买票都不能进 所以我是偷偷溜进去的 我觉得这个措施不够好 不够亲民 你知道我想问的是什么 淮草师盯着她的眼睛 十分强硬 在她的目光逼时下 许乐沉默了很长时间 脸上的笑容渐渐连去 认真回答 不够亲民 其实就是我的答案 所以 所以 所以不喜欢 许乐回望着她的眼睛 看着她眼眸里的那抹光彩 渐渐冷去 转动茶杯的手指渐渐停了 说道 我不喜欢平民不能进贵族餐厅 我不喜欢贵族可以随意处死奴隶 而不用担心惩罚 我不喜欢那些在皇宫门口 不停磕头求神迹庇佑的病人 我不喜欢有的人吃肉 有的人吃草 吃肉的人 有时候来兴趣就把吃草的人当肉吃了 或者说把他们的肉也吃了 我最不喜欢的是 在帝国到处都有人下跪 怀早时仔细倾听着她的话 沉默片刻后回答道 难道这和联邦那边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联邦那边至少表面上 绝大多数民众不需要下跪 也许你认为这只是一件华丽而虚伪的外衣 但外衣总要预寒些 被压迫的民众不至于全身赤裸地站在寒冷的东风里 许乐继续说道 量变总能引起质变 衣服穿得多几层 有时候可以抵挡一些收割者的镰刀 也许你认为这种差别并不是本质上的 但我的看法相反 怀早时 端杯渐冷的茶 无姿无味地引了口 忽然开口说道 这个宇宙中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包括制度 只是缺少改变制度的人 好了听着保佑们 到这里 坚克就先跟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说听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再见 坚克第八百二十五集 第二百五十八成 不一样的归隐 下 跟我回宫 你就是太子殿下 日后你是帝国皇帝 你还年轻 还有很多时间去改变你所厌恶的制度 作为一个冷眼看疾苦的游客 还是作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 哪个更难改变你眼中的不公平 如果你坚持隐于星辰山水之间 夸夸其词 面临机会 却庸俗地退避 不肯付出一点牺牲和努力 那只能说明你根本不是真正 同情庶民们的悲惨的人生 只是用此来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 便于讥笑嘲笑别人罢了 槐草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言语格外尖锐有力 大概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为了说服面前这个家伙 他已经想了太多时间 但很明显 关于这个问题 许乐也想了足够多的时间 他没有任何庭论 直接回答道 任何浩大的改革或者是革命 都需要最高权力者 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 这种决断有可能是一个 整个阶层的毁灭 数百万人和数百亿生命之间的权衡 他望着槐草是诚挚自嘲地说道 你知道我的性格有缺陷 我很难做出类似的选择 我只擅长破坏 不擅长建设 就连做一个战场指挥官都无法合格 更何况是这么重要的角色 如果自己来主导 左天星域的变化 除了让帝国陷入动荡 死更多的人之外 没有别的任何可能 许乐看着他 继续说道 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在机械方面 我有一些天赋 但在政治方面 我永远是那么幼稚可笑 过往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方面 宇宙两边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 不可能看不到 在没有宪章光辉的宇宙时代 集权帝国想要永久保留权力 始终只是一种失望 所以事实上 你们已经在开始改变了 怀草是沉默不语 明白他虽然自称 政治方面幼稚可笑 但眼光却没有出错 连帝国皇帝和你 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我自然也做不到 许乐说道 怀草是没有计较 他对陛下的称呼 眉间微微 锋利挑起 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帝国的改革 刚刚开始十几年 前景未知 岂能妄论失败 教育改革 跨种族试点 想要修补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充分发挥下层民众的能力 从而为死气沉沉的帝国输入新鲜血液 这 这就是你们现在在做的 许乐看着他说的 刚才说过 我去过很多地方 见过很多人和事 我知道帝国真实的下层社会是怎样的情况 我相信你也知道 上次你带我去丧植州府 看过那些国立大学 看上去很不错 但我们现在所在的桑枯镇呢 这里的建民子弟不被贵族打死就算幸运 哪里还敢奢望教育的权利 被你们化为试点的李板兴都是如此 那整个帝国是什么样的情况 帝国那些教育改革的旨意 究竟能影响到哪些地方 还是说只能改变皇宫周边那几条街巷呢 谈话或者说辩论 有时候就像是拔河 因为彼此脚下站的立场不同 想要把对方拉到自己这边 坚决不允许自己被拉到对方那边 于是当一方开始用力时 另一方便跟着用力 彼此逐渐上涨 直至言语逻辑证明之类的力量已经用尽 无法再增长 便开始使用手势语气表情来加以辅助 愤怒 尖刻 嘲讽 诸多手段轮番登场 如同拔河两端紧握长绳出血的手 用力过猛正红的脸 狼狈地在泥地上滑动的肥臀 并不好看 破旧的图书馆面积只有七八平米 三层书架上的书籍没有灰 却被翻得有些皱了 窗边两个争论的人同时 发现这种争吵没有什么意义 安静重新地回到阳光弥漫的室内了 长时间的沉默后 怀草师喂养下河 看着许乐说道 你在想 这说明你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回宫的可能性 我是游客 只不过在周游左天星雨的两年时间里 看到事情后自然有所感慨 这并不代表什么 许乐回答道 只是游客 怀草师微眯的眼眸里略过一抹光芒 医生缓慢说道 黄历七百二十六年七月一日 十字星座旅游会所官员惨死于狱所之中 七百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兰波星盐矿坑道中发现两名贵族的尸体 他们的手里握着的枪来不及射出一颗子弹 喉管便被锋利的武器割断 七百二十七年新年纪理后 人们在港顶青色大教堂地下室里 发现了七具教室尸体 而传闻中被禁锢在地下室里的 鸾铜则消失无踪 这件事引爆宗教冲突 陛下亲自调兵前去镇压 才算化解此事 七百二十七年四月 怀草师静静地看着他 薄纯微起 开始讲述这两年多时间 昨天星遇十几个非常震动的案件 没讲出一个案件的时间地点人物 但眼眸里的奇怪情绪便浓上一分 而捉对面许乐的眼头 便会眯得更小一省 今年是白锦皇历七百二十八年春天 一位贵族少爷惨死在自家庄园中 就连他的杨具都被人割了下来 怀草师盯着许乐的眼睛说道 很凑巧 发生命案的地方 都是你旅游时经过的地点 按照时间推论 那时候你刚好在附近 难道说这真的只是凑巧 许乐沉默了很长时间 摊开双手笑了笑回答道 当然不是凑巧了 怀草师看着他说道 无论联邦还是帝国 无数人在猜测你去了哪里 绝对大多数人都认为 你隐居在百慕大 或者还有别的猜测 但总认为你逃亡之后 应该是在隐居 可你走到哪里就杀到哪里 这算是什么逃亡和隐居呢 我还年轻 并不苍老 我还能做些什么 那我当然不会带上十几个老婆 找一个穷乡僻壤当土皇帝 满足于这种所谓归隐的乐趣 许乐看着他说道 至于走到哪里杀到哪里 不是我想杀人 而是一路上见到的该杀的人太多 奸杀幼女的贵族少爷 把七八岁男孩当猪一样 圈养在地下室里的主教先生们 谋杀贱民旷工 骗取帝国补偿的贵族 他们都该死 所以我让他们死了 他眯着眼睛看着窗纹 指着断墙外那些隐约的民众说道 在帝国所有星球上 像这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 包括这里 我相信如果你亲眼看到那些画面 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只不过你是公主殿下 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 杀这么几个人能解决什么问题 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你需要拥有权力杀几百倍 几千倍的人 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跟我回去 坏草是眯着眼睛看着他 强行压抑心中的愤怒 咳嗽两声后说道 那只能证明你自己的幼稚 荒唐自私冷酷 抬头看见满天星空 就陶醉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感 这种方式太容易 容易得令人恶心 许乐低头看着茶杯 忽然开口说道 当年在大师范府里 我就对你说过 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这一点请你原谅 他抬起头来 看着槐草师的眼睛 诚恳说道 我现在是个没有立场的可怜家伙 我曾经迷惘愤怒 甚至连信心都没有 直到我在一间百货商店里 找回了些 但那真的还不够多 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 就算是游客 也想做点什么 杀那些人 做那些事 打抱不平 替无辜者报仇什么的 他送送经 微笑说道 是我所喜欢的业余娱乐活动 是兴趣所在 和道德无关的 很长时间后 槐草师眯着眼睛 渐渐放松 说道 我接受你的解释 他盯着他的眼睛 继续说道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鲁莽的行为 会激怒多少人 你只是个游客 可以飘然离开 你想保护的那些弱者 却要承受贵族们 事后的血腥报复 这些事情 我当然有想过 许乐看着他 有些不好意思的 挠头笑了笑 说道 真正疯狂残忍的那些家伙 我尽可能都杀干净了 至于一波 我知道情报署的官员 一直在找我 既然他们是你们的部署 没有猜到的事情 是我做的 那么应该会帮我 把后续的事情处理好 他有些手忙脚乱的 从炉上提起水壶 把槐草食的茶杯倒满 笑着说道 公主殿下亲自领导的 帝国情报署 当然有这个能力 你这算是在利用我 槐草食盯着他 算提醒 槐草食叹了口气 端着茶杯沉默片刻 忽然毫无征兆地 摇头笑出声来 笑声转瞬间 便被一阵咳嗽所代替 许乐促着眉头 看着五唇咳嗽的他 清晰地听出他的痛苦 看着他苍白的脸色 明显比当年更加手笑的脸颊 下意识里抬起左手 想要替他腹背减痛 手臂却是无比僵硬 怎样也伸不出 他知道他这两年间 虽然不是常驻墨花心 但全部精力都放在那颗 充满死亡杀戮的星球上 对抗那位冷酷疯狂的联邦名将 甚至不惜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 以公主之尊 亲自出手三次 刺杀对方 许乐非常清楚 即便强大如槐草师 想要刺杀众军保护下的杜绍卿 也是难如登天的 这三次他并没有葬身联邦军营 已经有极大的幸运成分 但肯定是受了很重的伤啊 望着 咳得眉尖都促成一团乱墨的他 许乐的眉尖也促成了一团乱墨 深深吸了一口气问道 这次伤得很重 他的手掌落在他的背上 八道真气 伴着掌心的温暖 传了过去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跟您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再见 监客第八百二十六集 第二百五十九章 图书馆论战 真气 缓缓催入瘦消的身躯 记得槐草时 又是一阵压抑的咳嗽 看着他苍白的脸 许乐知道 他伤得很重 脑海中下意识里 出现墨花欣赏 那场正天动地的机甲战 那一家微微促起 想到李疯子 也应该受了重伤啊 转瞬间 他推翻了这个想法 怀草时虽然拥有 宇宙里最恐怖的战斗力 但他率领机甲群突袭杜绍青 面临的是数倍 甚至是数十倍 于自己的敌人 李峰一直沉默 守在杜绍青身旁 以意待劳 相对而言 要轻松太多 想到那场 宇宙最强者之间的巅峰对话 许乐的唇角 不禁泛起一丝复杂的笑容 心间的热血 只有稍许荡药 更多的还是对人生遭逢的感慨 如果他的生命不曾遇到这样 陡且大的险浪 不管是婴儿懵懂的第一波 还是被揭穿帝国人身份的那一波 那么想必 他此时本应该出现在墨花星球上 站在联邦或帝国的某一方 操控着小白花MXT 打抗着另一方 怀草时抬起右拳 在胸口轻砸两下 暂时压下肺部的伤患 缓缓拨开他的手臂 抬头 看着他若有所思的表情 猜到他在想些什么 摇头说道 李疯子不敢尝试像我一样冒险 因为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 只要他离开 杜绍钦就有可能死 但帝国在墨花星上的主帅 也有可能被他杀死 许乐说道 帝国主帅可以排着队去死 杜绍钦死了 联邦到哪里再找出这样一个天才的疯狂将领 怀草时面无表情地说道 平静的语气里 并不掩饰对杜绍钦此人的忌惮 甚至是隐隐佩服 许乐坐回自己的椅中 端起茶杯想要喝 却又缓缓放下 看着他沉声说道 接下来 你还要回墨花星 双方谁都无法承担失去墨花星的后果 联邦需要战略跳跃基地 我们要掐住他们的夜猴 更关键的是 这里是帝国气势之所在 怀草时微微一顿后 看着他比当年更加清亮的眼瞳 说道 那颗星球对双方来说都不容有失 但事实上双方都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无论是后勤 部队的疲惫感 和最麻烦的战死率 都已经无法支撑再这么耗下去 根据情报铁骑师和石骑师 现在都在临时补充兵员 你可以想象 这场仗打的 有多惨 联邦的兵力供给 兵临怎样的困境 听到石骑师三个字 许乐的眼睛眯了起来 似乎不想去让眼前照亮 仙尘的光线 进入眼帘后转换为 血色的战地画面 不想去思考 那片黑色卧土之上 有多少曾经的战友下属 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我的部队看上去局面 更困难更惨 但实际上只要再等两个月 联邦部队就绝对没有办法 再维持如此强势的攻击态势 杜绍兴为什么最近变得比以前 更加疯狂强悍 因为他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我不是很了解战区的情况 许乐纯粹是下一世里 接了这一句话 没有想到怀草是毫不犹豫 直接从身旁取出 战地指挥电子地图 打开拥有最高密集的 军力布置图 以及数据分析线杏图 指着战区中某个 被色块突染出的区域 我的枫叶连队 正在不惜一切代价 去恶守 惺惺下 后方是连绵成片的 已开发石墨矿 联邦负责攻打这边的是 西林九个整编机械师 根据某个并不可靠的情报 指挥这些西林军队的是 你的某位熟人 如果杜绍请用用意 协助他压制我方 我会毫不犹豫 下令炸毁所有石墨矿 这里是南半球开尔环形山 大型舰队最佳的天然着陆点 联邦现在的空地转运舱 被我摧毁了百分之六十 他们需要这个着陆点 但我放了三个机甲大队在这里 杜绍清如果用博命的办法 我会派出最后 后辈的皇家机甲营 迎接他 这里是沧桑营海 历史上 人类社会的图书馆 总是无数大事的发源地 曾经有无数强大的人物 在图书馆里留下过 自己尚未发迹式的寂寥身影 桑枯镇公学这间 由破旧小屋 和几百本书籍组成的图书馆 今天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阳光穿透玻璃窗 洒在桌旁两个人身上 怀草师微微醋眉 清晰而沉稳地缓缓讲述 许乐浓眉皱得极紧 表情凝重地倾听 一言不发 没有人知道他们现在 就着残茶灰尘 讨论的是一场关系 到联邦与帝国战争天平 向河方倒的重要战役 怀草师结束了 自己对战场的精准讲评 念乌表情地端起冷茶 一口饮尽 润了润嗓子 做出了最后结论 联邦是远道而来的恶客 我们却是在家门口作战 如果莫花心的战事 按照当前惨项发展下去 无论杜少钦在怎样 也不可战胜 最后 也只能取得最惨淡的胜据 联邦人为这场战争准备的资源 会消耗太多 最关键的是 那些能打仗的老兵 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再活着 许乐沉默了很长时间 伸出手指将皱得 有些生痛的眉心揉散 声音低沉说道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一个清醒的主帅 应该清楚什么样的仗可以打 什么样的仗不能打 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停止 或者说有风度的退出 许乐抬起头 浓眉再次拧作一团说道 刚才说过 我 我没有那种能力 我无法想象 自己要替成千上万的生命负责 而且 我不可能替帝国出战 请你理解这一点 我 并不理解 但我尊重 所以我告诉你这些 并不是要你去墨花星 统率我的部队 即便你肯 我也不放心 把两百万英勇战士的生命 交到你手里 怀草师冷冷地说道 不过至少你还有个优点 工程师的记忆力向来不错 我刚才说的话 你应该能够一个字不漏地记住 那么我希望 将来如果有机会 你碰到曾经的部署 把我的看法告诉杜少卿 听到这句话 明白帝国方面的真正意图 许乐拧称乱麻的 墨眉丝丝缕缕的散可 笑容刚刚浮现脸颊 却又多了很多苦涩的味道 在联邦看来 我现在是帝国皇子 我可不是当年的军神接班人 我说的话 一点意义都没有 最关键的是 我很了解杜少卿 对于他来说 军人的荣誉感很重要 纪律性更重要 只要联邦政府 还想战争继续下去 那么 哪怕他打到只剩下一个人 也会继续打下去 槐草是微微眯眼 凭借一些表面的情报 并不足以让他深入的了解杜少卿 这根像跟骨刺一样 横在帝国皇帝叶侯里的联邦名叫 而和杜少卿有过很多接触的徐乐 所做的判断应该就不会错 联邦政府会主动停战吗 不可能的 徐乐眯着眼睛 望着窗外 仿佛看到了九尾的 官邸和议会山 唇角泛起淡淡嘲讽 只要战争再继续 帕布尔的民意支持力就不会下降 军队便会扩边 甚至他不需要前线 甚至他不需要前线不停的胜利 哪怕是惨烈的失败 都能在他的笔下 他那厚厚的嘴唇里变成自己的政治资本 帮助他在 议会山通过一项又一项法案 把套在七大家脖子上的脚锁 再拉近一些 他转过头 看着怀草氏 轻声说道 你们所面临的敌人不是杜少卿 是帕布尔 他和帝国在国境外作战 事实上只是为了打一场国境内的战争 不要以为他只是个靠演讲 欺骗民众的宣传家 能够让像杜少卿这样精彩绝艳的人物 对他死心踏地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我明白这一点 怀草氏静静看着他 忽然微笑起来说道 但现在联邦内部的情况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那位总统先生看来 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麻烦 或者说真正够重量级的敌人 单凭国境线外的战争 已经无法支撑他的高要统治了 我才想 他现在很需要真正忠于自己的部队 回到首都新圈作为某种象征 或者说压力 联邦内部不稳 杜少卿极有可能被调回首都新圈 怀草氏危态下河 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 莫花心的战事放缓节奏非常有可能 帕布尔领导下的联邦政府 在县力72年第一次 向七大家展露自己钢铁般坚硬的一面 向整个联邦宣告了执政的终极钢礼 许乐全城经历的那段风雨飘摇的时光 后来自然明白联邦政府把铁骑士从前线调回SE 是出于什么考虑 让而他无法想象 现在联邦内部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居然会迫使帕布尔总统冒着前线崩溃的危险 也要调回忠于自己的部队 他震惊地看着怀草师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怀草师平静地看着他 你的某位好朋友 于半个月前开始了一场 名为沉默行军的行动 排之源 许乐恢复了冷静 说出了那个朋友的名字 他准备做些什么 根据他的宣言文告 沉默行军是一项联邦前所未有的民权运动 最不可思议的是 他宣称已经获得了联邦三大工会 和老兵协会的支持 怀草师沉默片刻 说道 在帕布尔最强的领域击败他 你这位朋友选择的方法勇敢而且强大 虽然他是个联邦人 但我依然赞赏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跟您 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 再见 刚恢复冷静不到半分钟的许乐 在听到怀草师的解释后 再度陷入震惊 脑海里涌现出 不可思议 四个字 台支援获得了三大产业工会和老兵协会的支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帕布尔 帕布尔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毫无背景的矿工子弟成长为如今全是滔天的联邦总统 除了小酒馆里那群三一协会的天才外 最重要的原因 正是在于他的进入政坛之前 已经获得了三大工会及老兵协会的权力支援 在联邦底层民众中拥有极为广泛的民意基础 许勒离开联邦不到三年的时间 他无法想象 台支援能够凭借什么 把帕布尔最坚定的支持者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更麻烦的问题在于 台支援是莫愁后山的太子爷 他的身份 注定与那些穷苦的工人 愤怒的老兵天然相隔遥远 甚至于势不两立 我了解我的朋友 既然他宣称拥有三大工会和老兵协会的支持 那么肯定是真话 虽然我不理解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许乐沉默思考片刻后 抬头望着槐草师 问出了自己的忧虑 但只要政府告诉民众他是谁 这些支持 想来也会瞬间崩塌吧 槐草师平静地看着他说道 事实上 台支援早就已经承认了他是谁 至于民众方面 他用来安抚或者说收买民众的方法 就连陛下都觉得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许乐疑惑地看着他 想不出台支援究竟整出了怎样的大手笔 居然能够在帕布尔最擅长的领域内节节胜利 甚至惊动了帝国皇帝 联邦首都兴圈 S2南方平原上 有一个叫做 古斯托德的小镇 因为远离青龙山 所以这座小镇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战火死亡的洗礼 建筑依旧保持着清静老旧的模样 随着退休工人和失业青年越来越多 小镇的规模越阔越大 靠着社会福利无聊度日的人们 将操控重机械经历的神经 全部释放在别的地方 比如砰砰作响 像炸弹般的铁桶 比如嘶哑如同呐喊的廉价乐器 渐渐地 这间小镇竟成了S2地下音乐的集结地 现在是夏天 小镇内外四处充斥着刺耳的咆哮乐声和尖叫 参加伍斯托德音乐节的十七万年轻人 穿着简单或者暴露的衣裳 兴奋地扭动着身体 挥舞着手臂 如同蔓延的野草海洋一般包围着小镇 在酒精和激素味道的共同作用下 狂欢的人群近乎疯狂 甚至有人试图推倒草原深处的电子围墙 引来警笛阵阵 有些简陋的中央舞台上 几个深色黑夜装的瘦小男子 抱着各式乐器 疯狂到极致的摇头 摆脱腰臀 从干扁的身躯内逼出尖笑的声音 随着鼓点和重音器的节奏 一波一波 一朝一朝地 袭净十余万民众的耳膜争中 激起无数痛苦 以及痛苦所带来的快感 这是联邦最负盛名的地下乐队 叫做二手枪炮 向来是暴力死亡为卖点 因为意识不良的缘故 这支地下乐队 一直被联邦官方 及主流媒体排斥在外 但依靠网络和留言的传导作用 仍然得到了无数处于叛逆期的青年 拥戴 甚至是疯狂的迷恋 武斯托德音乐节 这次请到他们来表演 自然也 让本已足够疯狂的现场 变得更加疯狂 乐队主唱 嘶哑着 吼玩最狂暴的句子 孤手像是战士平端枪械一样 紧握着鼓锤没有落下 台前陷入 死记般的寂静 忽然间 那名妖然的男主唱 瞪圆了死鱼般的双眼 高高蹦起 然后重重落下 因为毒品而干扁消瘦的身躯 没有激起丝毫灰尘 尖头的皮靴 发出老鼠般的吱吱尖叫 他像个乞讨的小男孩般 向人潮人海递出了话筒 像跌脚的话剧演员般 促起眉筋 淒淒淒 淒淒嘶嘶喊 操你妈逼 操你妈 这三个字 逼出灰白双唇后 便没有任何后续 只有死记和僵持 不知道是两秒钟 还是三秒钟 台下十余万观众 爆发出强烈的回忆 如山在笑 如海在笑 如精神病七层 所有的病人一起在尖笑 怕不玩 二手枪炮乐队男主唱 神经兮兮的收回话筒 咧开嘴 露出满口被毒品侵蚀的 极为难看的牙齿 忽然再次瞪起双眼尖叫道 操你妈逼 然后停止 没有过多长时间 也许只是刹那 舞台下小镇周边 草地里响起 无比狂暴的回应 李再道 武德 托德小镇 边缘的周际公路下方 有一片临时居住地 外表看上去 极为普通的旅行车队地底 有无数的线缆穿梭齐见 不时又戴着发带 逼着和平与爱傻 匕首式的青年男女 搂着腰 倾着嘴走过 前往小镇 自嗨 然后护嗨 根本没有人发现 路旁的灰色车厢中 有无数工作人员 正在不停地忙碌 深青色的制服 漂亮而精致的勋章 插在左胸 年轻漂亮而充满热情的 女性工作人员 正在接听来自联邦各地的 任信电话 作为沉默行军 大本营的一线工作人员 他们所受到的要求就是 不能让任何一个 表示支持意愿的民众失望 至于不支持的人 电话 总是可以掐断的 临时居住 最中间的大型车厢中 负责接听电话的人数 要少很多 通话按钮不时响起 不时熄灭 工作人员礼貌而毫不谦卑地 回应着对方的通话要求 是的 议员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车厢外的草地上 一个受销的年轻人正在吸烟 从穿着和气质上 可以清楚地 把他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分别开了 五名职员隔着数米的距离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 一名女秘书 抱着电子文件夹 快步走到他的身边 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说道 议员先生 松涛度假公司 愿意承担四千名示威者的运输 台支援 转身看着他平静问道 记者什么时候到 女秘书面露犹豫之色说道 那些人都不怀好意 台支援沉默片刻 微微一笑说道 请他们过来吧 虽然我也未曾存着善良的意愿 但该演的戏 总要演一下 好了 听着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跟您 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再见 监客第828集 第261章 沉默的行军 钟 镇旁燃烧着野火 人群的狂欢还在继续 空气中漂浮着酒精 和质子花混杂的诡异味道 临时营地东侧 台支援和他的助手 被十几名来自联邦 各大媒体的记者包围 他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就极为直见 一元先生 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台支援表情平静 回答更为直见 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告诉整个联邦 帕布尔总统 以及他的政府 已经到了被 抛弃的时候了 但你不要忘记 总统以及政府是 选民选举出来的 我们正是想通过 这场沉默行军 告诉曾经在选举中 投过票的选民们 你们错了 难道我们还要 再等两年半 再来纠正 这个可怕的错误 对于你对总统先生 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指控 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 搜集及确认证据 应该是司法部 或检察署的工作范围 那位中年记者的反应 变得激烈起来 大声抗议道 没有证据的 提出告诉 就等同于诬陷 台支援苍白 受嚣的脸上 忽然泛起两抹红欲 不是因为激怒 不是因为愤怒 而是因为浓浓的嘲讽 他静静地看着那位记者 片刻后 微笑说道 你是邮报的记者 难道你没有收到 我办公室发过去的 电子文件 我不相信你没有阅读过 关于古中号及相关案件 背景调查的疑点汇总 既然如此 你凭什么敢用诬陷 这种词语来 诬陷我呢 不等这位邮报的记者 做出回应 他面无表情地 回往四周的记者 举起右手 阻止了对方的提问 称声说道 你们要证据 回自己的报社 或总编室看去 早在两周之前 这些东西 我已经提交给了 司法部和你们 我很疑惑的是 为什么没有能在 任何一张报纸 或任何电视画面上 看到那些内容呢 我非常欢迎 帕布尔总统 以此罪名来控诉我 乌县 是自诉案件 作为律师出身的他 应该清楚 不能安排 司法部官员 直接逮捕我 那么我将有机会 在法庭上 与总统先生 进行面对面的辩论 这希望他不要退去 临时营地旁的 临时新闻发布会 进行到此时 陷入一种紧张 或者说恍卵的 寂静之中 记者们看着 这位联邦历史上 最年轻的大区议员 一时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依旧还是那位 邮报记者开始提问 在传闻中 有七个家族一只 隐藏在黑幕之中 暗中统治联邦 也就是所谓的七大家 台议员 你正是其中 台家的唯一继承人 而台则是 前皇朝的姓 台之员看着 这名记者 竖起食指说道 这是新闻吗 还是说 你认为这是 值得注意的 报道重点 几万年的故事 故纸里的前皇朝 和我们今天 所关心的联邦 又有什么关系 但据我所知 在您成长的过程中 很多人都称呼您为 太子爷 邮报记者 毫不示弱地反驳 并且隐隐带上 恶毒的揣测意味 我不能阻止 别人怎么称呼我 同时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不会因为一个称呼 就发生任何变换 台之员依旧平静 摊开双手 对记者们说道 如果你们喜欢 你们也可以这样称呼我 就在这个时候 苏营地外 走过几十名喝得醉醺醺的青年男女 他们提着酒瓶 摇摇晃晃地 拖着脚步 向临时新闻发布会 这边兴奋地摇晃着手臂 夸张尖声叫着 太子爷 我们支持你 怪异的尖叫 口哨 喝彩 甚至是滚滚脏话之后 发布会现场陷入 短暂的怪异沉默 邮报记者伸皱眉头 喂养着脸 看着台之员继续问道 你想成为联邦总统 你依然是在为你的家族 谋取利益 成为联邦历史上 最年轻的总统 为什么不 台之员的眉间 尖锐地醋了起来 严厉地看着他说道 如果我能 干得比帕布尔更好 我为什么不能成为总统 至于利益 什么样的利益才是利益 通过从政 从而为家族 崛起更多的经济利益 如果你们是这样认为的 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两周前那场新闻发布会上的话 他环视四周的新闻记者 和工作人员 身体微微前情 苍白的脸上布满了 不容否定的坚毅神情 说道 只要帕布尔总统放弃 修改选举法案 再次连任的努力 辞职下台 接受多方调查组 对相关指控的调查 我台支援 将放弃金矿联合体 及修术基金会的继承权 联邦最值钱的资源是什么 是金矿 联邦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 是金矿 身处宇宙大时代的人类社会 不可一日无金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金矿是比粮食 更加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为了金矿 早年的联邦不惜消耗 大量人力物力 远赴边陲星区 炸了一颗半月 毁了一支舰队 埋进了数万条人命 终于成功的在东林 建立了金矿基地 而如今的联邦 更是为了金矿 不惜与强大的帝国开战 也要深入左天星域 掌控X星系 那几颗不起眼的小矿星 由此可见 金矿的重要性 数万年前 台式皇朝和平退位 共和开端 依据当年的协议 莫愁厚山一直拥有 联邦所有金矿资源的 开采提炼 等所有衍生权利 凭借这种权利 这个人丁凌落的乾皇族 悄然无声积累了 超过铁酸利家的恐怖资产 在七大家中 手中处于超然的领袖地位 可以与联邦政府平起平坐 甚至可以说一直紧握着联邦的命脉 直至帕布尔政府的强势崛起 政府开始试图收回这种特权 但限于台家数万年来的掌控力度 政府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一旦将莫愁厚山那位夫人真正激怒 整个联邦都会毁于一旦 谁也没有想到 在两周前的那场新闻发布会上 莫愁厚山唯一的继承人 台支援 竟向整个宇宙宣布 他将这条联邦的命脉 家族存续的最坚实根本 亲手挖掘出来 双手交还给联邦民众 无论是影响的力度和深远度 台支援的这个惊天决定 都非一般捐献可以相提并论 这次捐献 将直接导致联邦阴影中的政治架构 从此发生根本性的巨变 也有可能是在自己的镜上 细了一根黑色的脚索 这就是连左天星宇之主 帝国皇帝都感到震惊的大手笔 如此之手笔 史书上未曾见过 甚至是幻想的戏剧之中 都未曾出现过 联邦政府 帝国皇室 都能做得到 谁能想得到呢 好了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跟您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 再见 监客 第829集 第262章 沉默的行军 下 在那场轰动 并且在历史上 必将留下 怂动回忆的新闻 发布会上 年轻的议员台之源 一与年龄级 事件截然不服的冷静 甚至是默然 清晰地讲述了他的想法 联邦精矿联合体 以及修术基金会 将依据果壳企业模式 转换为联邦 全民所有 由议会政府相关基金 共同助援管理 并且 他将拿出 精矿联合体 1500年的红利 进行增值分配 如果进行 简单的数学计算 那么每个联邦民众 将可以获得 价值50万以上的 可交换票据 这真是一个 令所有人 感到不可思议的数字 当然 为了保障 联邦的金融体系 乃至经济架构 不受到过于严重的冲击 此项利益 再分配计划 将由三菱联合银行 最顶尖的会计师 首都大学的数学家 进行缜密的安排 目前 政府和议会山方面 拿到的初步方案 就已经显得 格外的复杂荣场 伍斯托德野地里的 这些记者们 绝大多数 都参加了两周前的 那场新闻发布会 今天再一次听到 依然难以控制 心头的震撼情绪 他们神情复杂的 看着台上 那位受无效的年轻议员 难以理解 对方的真实想法 就在沉默之中 排之源再次开口说话 我欣赏帕布尔总统 为消除社会不公 阶层对立 而进行的努力 但我不欣赏他的手段 不错 我是你们口中 所谓大家族的继承人 但我想全联邦 都应该知道了 我的态度 如果出身家事 带来先天财富 是一种罪恶的话 我已舍去 那么再也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 用除身家事来指责 或警惕我未曾犯的罪 这种做法本身 就是一种罪恶 他缓缓 环视四周的记者 忽然唇脚一翘 微笑问道 权贵作恶 作恶多端吗 我做过吗 在场谁能够说我此生做过的一件恶事 领导联邦 不要求你是一个道德完人 但你至少应该做到不作恶 从这一点来看 我认为自己确实比帕布尔先生更有资格成为联邦总统 邮报记者愤怒地驳斥道 你只是在孤明 你明知道总统先生和联邦政府不可能同意你提出的三项要求 你又选择性地忽略了一些重点 台志源目光微冷 锐利盯着激动的中年记者 琴声说道 我还说过 只要高等法院判决继承权生效 上述承诺马上执行 该捐的产业我会照样全部捐出来 就算如此 这也只能被认为是在收买民众 另一名记者忍不住举手 说道 台议员 难道你不认为这种收买是对联邦民众赤裸裸的侮辱 如果我是在孤明 那我愿意联邦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孤明 只要能给他人带来好处 台志源对邮报记者说完这句话 然后才转向另一名记者 说道 如果这是收买 这是侮辱 我相信民众会非常欢迎他人 天天来侮辱自己 我也很欢迎 但这是战争时期 那名记者愤怒地驳斥道 在这种时候 你煽动阶层仇恨 挑起联邦内乱 就是帮助帝国人 邮报记者顺着这个话题嘲讽说道 如果还是皇朝统治时期 议员先生你肯定会被以叛国罪吊死的 哼 叛国 听到这个评语 一直足够冷静的台志源眯起了眼睛 欲速变快了 如寒冷的雨点般喷了出来 联邦进攻帝国是为了惩罚侵略者 帝国死了多少人 惩罚够不够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要说不够 但要死多少人才够 把帝国人全部杀死 你们以为帝国人都是森林里移动缓慢的 木头等着你们去砍吗 他望着四周的记者们 憨声说道 欲千亿的帝国人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总统先生 他敢不敢奢望全面占领帝国 如果他连这种奢望都不敢有 那么这场战争他究竟准备打多久 联邦日渐凋敝的经济体系还要承担多久 我很想问他 这场战争的起始原因是什么 终极目的又是什么 是为了夺取金矿 还是为了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这番话引起了更多记者的愤怒 在他们看来 这位年轻议员此时所说的话 不仅是对总统先生的质疑 更是对联邦这场战争正义性的质疑 完全无法接受 然后在他们激动抗议之前 台职员举起右臂 表情冷漠地继续说道 正义的战争 多少丑恶之事假你知名而行 你们也不用急着指控我叛国 或者是投降主义者 当年我在西林和帝国人作战时 总统先生和你们在哪里 无论是战争还是狂飙突进的革命 都是要死人的 台职员的情绪忽然变得极为冷静 淡漠的毛子里带着一股幽幽的味道 望着众人说道 你们做好死人的准备了吗 或者说你们做好自己去死的准备了吗 而不是煽动着旁人去死呢 伍斯托德临时新闻发布会结束 记者散去 不知道明日将有怎样的报道出炉 不知道那些脸色难看的记者 会将台职员今日的话截取搓揉 装扮成怎样令民众愤怒的观点 台职员没有心情理会这些 他站在深沉的夜色里 墨西的野草中忽然开始剧烈地咳嗽 咳得脸色煞白 单薄的身躯难以抑制地弯了下去 从怀中取出一方洁白的丝帕捂住嘴唇 他极为艰难地站起身 结果身后白旗递过来的药片 用微笑表示感谢 伍德记者一直没有离开 看着台职员吃完药才走了过去 趁末片刻后 皱着眉头问道 医员先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宫廷 台职员回答得很迅速 就像是每一次接受采访时的鸡鞋回答 然后他笑了起来 看着伍德说道 你相信吗 伍德没有摇头 也没有点头 望着黑漆漆的小镇 听着远方隐约传来的最后的乐曲声 说道 空气中的质子花味 应该是惊艳的味道 我们面前的草店里大概有几千个被遗弃的保险套 难道这些人 就是你想依靠用来对抗政府的英雄吗 希勒说过 英雄也要吃饭睡觉醒觉 台职员说道 每个人在特定时刻都有可能成为英雄 所以你要利用他们 他们习惯了被人利用 你这是在收买 民众永远不能被说服 只能被收买 这一点历史早已经证明 伍德不赞同地摇了摇头 说道 你并没有动摇总统先生的民意基础 政府握有大量资源 这场沉默行军进入到S1后 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所以我和主编先生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会急着在这时候出手 台职员沉默很久之后 忽然说道 再不赶紧行动 天就黑了 稍微停顿片刻 他又说道 再不赶紧行动 天就亮了 这是联邦很著名的男女间的笑话 作为严肃讨论的答案 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伍德记者 听懂了他的意思 好了 听着朋友们 到这里 尖刻就先跟您 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再见 尖刻第八百三十集 第二百六十三章 特别巡查史 刚才你说 狂标突进式的革命并不可取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场沉默的行军进行到最后 肯定会因为愤怒鲜血而变得激烈起来 就像当年美德林的青年军抗议 这场集体无意识下的民众狂欢 根本无法控制 毕章走 走入社会正 动荡的 流血死亡的黑暗华明 伍德记者望着台之源 深情凝重地说道 更可怕的是 即便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也许联邦迎来的将来 并不见得更美好 台之源沉默很长时间后 转头平静地看着他 说道 我并不在乎这些 伍德皱着眉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问道 那你究竟在乎什么 台之源笑了笑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轻熟的眉毛 微微一条 转而说道 如果是那个家伙 大概不会像我这样做事 而是会直接扛起枪 杀进总统官邸 问题在于 我没有他那种变态的能力 伍德知道他说的 那个家伙是谁 苦笑着摇了摇头 狂欢之后的夜晚 是那样的疲惫 常常草店里的男女们 抱着酒瓶 沉沉睡去 大腿乱七八糟地搭在一起 双手无意识地搓揉着什么 大概是因为空虚 随着东方第一抹柳树白 穿透薄薄的圆层 照耀在那些炫白的 充满年轻颓废味道的大腿上 整个世界都醒了过来 看上去没有组织 实际上很多人 有在组织 狂欢的人群 喜去疲惫于枉然 天亮时戴上 象征黑夜的黑色口罩 挥舞着早已准备好的标语 趁坐由三大工会提供的 重型卡车 离开一地狼截的 普斯托德镇向象树州空港寄警 他们的目标是S1 是首都 是宪章广场 当年联邦政府第一次通缉许乐是 曾经有很多学生 上街游行表示抗议 当时那些学生的脸上 都戴着黑色的口罩 记忆如今日 只不过这一场战斗 愿做帝国的许乐 应该是没有办法参与了 光线 与历尘纠缠共舞的简陋书馆里 许乐称何于拙 沉默很长时间 才消化掉槐草书 讲述的这个故事 震撼于那位有人 极富魄力的举措 枉然未知于那个故乡 正在发生的动荡 我们在联邦的情报工作 基本上为零 不过这些都是新闻上 能够看到的事情 至于莫愁厚山那位夫人的回应 大概能够猜到一点 虽说联邦政府 一直在试图渗透 金矿联合体 但相信那位夫人 有足够多的手段 来保证自己家族的利益 谁能想到 她唯一的儿子 竟然把台家最重要的根基 全部挖了出来 金矿联合体 加上修术基金会 这比一任联邦总统 重要太多 槐草师看了一眼 碑中的残茶 平静说道 说这些是想告诉你 墨花星球上的战事 大概会有一段时间的平稳期 但我不想平稳 所以我会趁着这个机会 率领部队发起反攻 把联邦部队赶出去 如果联邦政府 把杜绍清 和前线精锐部队 调回首都兴圈 以应对日据激烈复杂的 内部局势 帝国自然会获得难得的机会 问题是新时期师 大概仍然会被留在 墨花星球上 想起那些曾经的战友同袍 即将面临帝国部队 疯狂地反扑 取了讹角的清金乍兴而已 舔了舔有些酸涩的双唇 抬起头来 望着槐草师说道 你不担心我把你的部署 告诉联邦 说了也没有用 而且我很清楚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槐草师看着他平静说道 我回莫花 希望你回天惊星看看 看看他 毕竟他是你我的亲生父亲 许乐沉默 然后说道 当年在皇宫里 他鞭打我时 并没有认出我来 既然如此 还是不相认比较好 说尽心里话 我现在能接受 你是我的亲姐姐 却依然难以想象 左天星域之主 是高无上的帝国皇帝 会是我的父亲 在我的心中 我的父亲已经死在 东陵旷难之中 他叫许树才 槐草师微微的眯眼 阴阴有愤怒的风云 在眼帘间 酝酿 但终究 还是悄然无声的散去 只剩一片宁静 我会去天津 许乐看着他说道 按照你的说法 生下我的母亲 是皇宫的一个 普通的女官 那我想去他的坟前 看一看 槐草师从军装口袋里 取出一块 微小的电子令牌 推到他的面前 然后说道 未知我已经告诉了你 如果在天津星上 遇到什么麻烦 拿着这个电子令牌 表明身份就行 许乐疑惑醋眉 用指尖 粘起微小的电子令牌 问道 这是什么 槐草师 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说道 军情署能够一直 跟踪你的踪迹 道理很简单 就像你当年 离开东陵后一样 始终被人发现的原因一样 你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 就忍不住要出头 不惜暴露踪迹 像你这样的人 完全不适合逃亡 既然你说这和正义无关 打抱不平 纯属你的个人 最喜欢的业余活动 那么有个正式的名义 会方便一些 他微微一顿后 继续说道 军情署所有部门 都已收到相关文件 你被授命为特别 巡查史 拥有和我相等的权限 以后再想进行这种 业余娱乐活动时 虽然你并不需要 那些官员帮助什么 但毁失灭迹 栽赃陷害这些事情 他们比较擅长 许乐静静地看着 指尖的电子令牌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像这样的重要任命 肯定得到了摘星殿里 那位皇帝陛下的墨云 然而 帝国皇室 对他投注的热情 和期望值越大 他便觉得压力越大 这种无形的压力 让他双脚横跨 在家里走廊两方 根本不知该往何处去 甚至不敢和双方 有任何接触 因为那样对另一方 极不公平 所以他只有沉默 杀人是小事 你的行为模式 是你所以为的去世 但那个小姑娘 一直跟着你 我觉得很不合适 怀草师看着她的眼睛 说道 她如今才十五岁 就一路接受你这样血腥 甚至是黑暗的教育 西林的小公主 将来如果变成 一个变态的女人 你怎么向西林人交代呢 好了 听众朋友们 到这里 监客就先跟您 搞一段落 感谢您的收听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下一集 再见